嗯,好的 应该是有大概相似的知名度 就是一个是作者的知名度 和那个就是高效能人士的 就是作者有相媲美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也是像高效能人士一样 用于我们的特别有名的 就美国的这个知名的各大企业 作为培训的教材 作为员工和个人的这个成长的培训教材 然后这本书呢 也是在就十几年以前 通过这个翻译 然后引进到中国 它目前是全球十大 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就是说这个作者 保罗·史托兹博士 然后他是一个 逆上理论的一个奠基人 然后这是翻译成中文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呢 它是叫Adversity Quotenient 然后简称AQ 一会儿再给大家再说一下 就是现在这本书为什么 就是比较能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成为畅销书 它也被翻译成了17个国家的语言 我们再看一下这本书有个副标题 副标题呢就是叫 我们该如何应对坏事件 如何应对坏事件 因为生活当中 我们随着这个社会的 目前的这种复杂程度啊 或者全球的这个 整个现在这个社会的信息化呀 然后再加上这个 就是一体化 这种各种目前的这种大的形式啊 其实很多我们面临的这种 不确定性越来越多 所以就这本书应该是 让我们就如何应对坏事件 应对不确定性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给我们 为我们就是来呈现的一本 这个书哈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对作者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作者是美国的著名的学者 他是白宫知名的商业顾问 他是逆商理论的提出者 他提出来了 就是说瞬间需要EQ EQ我们知道哈 就是情商 然后IQ IQ就是智商 然后这个EQ 逆境就需要EQ 然后呢 他本身呢 就是第一提出了理论 他也是一位 一位这个研究或者学者 因为他开发了这个逆上的测评 还有一些培训 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开发和研究工作 他长期为斯坦福 马森理工 哈佛 我这个写的不对 哈佛 还有康奈尔这样的EMBA和企业家发展项目 收客和开办讲座 所以 就是从这个选书的角度来说 我个人觉得我们也是和这个认知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些知名的这样的作者 能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里边 我个人在我自己学习的基础上 我也是忠于这个书本上的一些理论 哈 然后给大家做个分享 这个通过分享 其实我也可以对这本书有更好的这种这种深入的这个理解 好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本书 他大概的一个框架哈 因为我是课本 我现在这个可能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课本就这样的 然后呢 他主要的章节 内容的介绍 主要是介绍了这个逆桑和逆桑的相关的理论 我们今天可能就能把第一部分关于逆桑和为什么会有逆桑 逆桑的相关理论有哪些 可能今天时间上可能会只能交流到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可能会设计一点点 一会儿看时间安排 然后呢 第二块和第三块主要是讲这个逆桑的三大理论之著 就是这是一个很多跟心理学有关的东西 也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 还有第三部分就是 那我们了解的逆桑 那就是我们就是要学到一种方法是吧 这本书里面呢 他也对这个如何提高逆桑提了一个工具 就是号G-L-E-A-D 就立的工具 每一个字母就代表这个 这个他就是合起来就立的 然后每一个这个就是包含的四个步骤 提高逆桑的四个步骤 其实就是给他的工具和方法 我的微信 我要把我的微信关掉 这个可能会稍稍的 我先把我微信关掉好吧 稍等啊 先去关一下我的微信 抱歉啊 我要把微信推出 我记得 好 接着 接着给大家做分享 好 这次我们主要是 刚才说的 我们有主要三个方面的 就是学习完 有三个方面的收获 那么 从这个课件的准备呢 我大概有四个方面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 测量成功的一些指标 其实也是围绕关于 怎么回事啊 我想看一下 我要把微信再处理一下 我好一些了 我好一些了 等一下 抱歉 我的微信一直没有关 我觉得可能会干扰大家听课 还有干扰咱们就包括我个人的一些思路 就是我们从那个科建来 科建方面 我准备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刚于成功的一些 会逆伤的一些理论 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 为什么关注逆伤呢 我们会提出来 可能是大家认为逆伤高 能让我们更加容易成功 那测量成功的指标 这地方给大家做探讨一下 第二个就是逆伤理论的三大支柱 还有判断一个人 他逆伤他的高低有四个维度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自我的一个测评 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提高逆伤的工具箱 就是那个逆的的工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第一部分 就是衡量成功的指标 好 我们看一下 其实关于逆伤 这本书这个题目就叫逆伤 逆伤就是AQ AQ 然后叫Adversity Q-T-S 逆伤 逆伤呢 其实他提出来的也是 相对于我们的 过去大家非常了解的 就是车智商 是吧 IQ Intelligence Q 听信 然后这个逆伤呢 过去这个智商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智商是 智力的 伤数的简称 它是衡量一个人 智力水平的 高低的这样的标准 就是它衡量一个人 智力水平的高低 比如说我们 有很多关于这个推理啊 空间啊 这种各种能力 其实现在我们的考试啊 学校的这种考试制度 就是来检验一个人 智商的高低的 比如说这个人 你学习非常好 那就智商真高啊 其实这是一种 考试能力的检验 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然后有一些 比如说这种天才一测 哦 他的智商能达到160 那就是一个天才 这是一个测这个IQ的 智商大家都非常清楚 过去大家也会认为啊 智商越高 可能是不是成功的概率 越大啊 可能会是这样的 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希望 有一个好的智商 是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逆上之前啊 因为逆上这个最新的概念 在逆上之前呢 又有很多 那个研究人员 他们就提出来了 情商叫IQ 情商是什么呢 就是情绪的商术 它是指一个一个人 他的情绪管理的能力 就是他的控制能力 就是他的意志 甚至还有合作的能力 就是和 与人沟通 协调 还有能去 共情 能去理解别人 就是和人合作 这样的一个 一个能力 这个叫情商 叫IQ 就是 IQ呢 是在 智商之后的 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智商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我们智商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人单打独斗的 这种能力 是吧 一个人可以 一张卷子 就考一百分 然后这个答案是标准的 一定是 你个人的一个能力 就体现了 但情商就不一样 情商就扩展了 就是这个人呢 要从个体 要走向合作 就是如果你个体的能力 非常强 但是如果你没有 合作的能力 你亲上的 特别是在 现在的这个 信息社会 或者说 这个高度发达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 人和人之间的合作 是一定要 要建立在 合作供应的基础上 如果这个人 他的情商比较低 智商再高 其实他也很难 去成功 是吧 情商高的人 甚至有时候 他的智商没有那么高 但情商很高 往往他能反超 他能得到社会 更多的这样的认可 和机会 也能更加接近成功 好 然后这是第二个阶段 然后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 逆商在什么背景 提出来呢 一会儿 其实我也给大家讲一下 逆商提出来的 一些社会的背景 逆商就是 逆进 商术的一个 简称 Adversity 它是指 面对挫折 摆脱困难 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也是跟我们 现在社会的发展 包括人受到的 各种压力有关系 所以就是 在这个阶段 一个人 如果你有 有个人的 就很高的智商 你也有合作的能力 但是 因为社会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那个乌卡 VUCA 乌卡时代 乌卡 慢慢的变成 一种社会的常态 那人怎么样来 更加的去 接近成功 或者说让我们的生命 能更加旺盛 或者走出这种困境呢 这时候就要学习逆商 这本书就是在 这样的一个 时代背景下 然后作者 经过了很多年的研究 经过了大样本的人员的 这种数据的积累 出的这一本书 而且开发了 测量逆商的一些指标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分享一个 正反面的一个案例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智商 勤商 还有这个逆商 我们看一下 其实刚才说的智商高 他不一定能成功 是吧 这里边就是 也是在这本书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这是美国的一个 就是他当时出了一个新闻 应该是一个航空炸弹 他在学校 就是搞这种 那个炸弹 这个人呢 他就叫泰德 卡基 卡辛斯基 他非常 非常高的智商 神童 16岁考上了哈佛 20岁就毕业 然后他在密歇根大学 读完了硕士和博士 然后他在这个加州大学 我那年去美国 还很很荣幸 我还去了这个 伯克利 这个伯克利克吧 应该是 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克 这个分校 他在那当老师 但是这个人呢 他在大学里边 他有一个绰号 就是叫哈佛的隐士 他整个学生时代 他他总是快步的穿过 穿过人群 然后猛的把门关上 就是就是做学术 非常的出色 但是他是非常的 就是就是类似像自闭一样 就他单独的 他没有朋友 他也避免和人际交往 他虽然很聪明 但是呢 他自己就研制了这种 就放置了炸弹 放到学校 然后呢 其实最后可想而知 他也受到了这种 因为他他来 他借此杀死了三个人 也伤了22个人 所以他他智商很高 但是他的出名呢 反而让他不但没有 没有能成功 反而走向了成功的反面 走向了这样的一个 成为一个罪犯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对立面 然后书里边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逆桑的 就是逆风飞扬 这个不在书里边 这个是在书里边的一个序 这个序的一个作者写的 是咱们是一个中国人 他写的序言 我觉得特别好 另外近期我也一直在 在听王阳明的一些 关心学的课 然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这个序里写怎么呢 就是逆风飞扬 就说看看我们 就是在中国说 中国五千年 圣人两个半 其中一个是孔子 一个是王阳明 公认的既那个道家 儒家 然后还有我们的 就是他儒家和道家文化 就是密体的 这样的一个新学 就是圣人 然后他呢 其实就是逆风飞扬 就是他在 为什么叫逆风飞扬呢 因为他当时就是 比如说在京城 就是做了官 然后呢 但是他被人迫害 流放了 但是流放的时候 有人要追杀他 他当时跳到河里装死 就是他对生命 就是在这个逆境的话 他是首先要保全性命的 这是他自己的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他到 就是发配到贵州 就是很忙 那时候西南边陲 他在那个地方 其实和他的随从 就住进了岩洞 贵州那地方 很多这个熔岩 就是岩洞 他到那边去 他没有悲观 他也没有觉得去抱怨 或者说从此一蹶不振 他在那边开始 就是打坐来修炼自己 他开始悟道 那边有一个叫农场悟道 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景点 他悟出什么道理呢 他悟出了就是说圣人之道 武性 我这个是那个武啊 自己的意思 就是一个下面一个口 武性自主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 相之求理于事物者物也 就是过去我们一直想当圣人 老相在外求 我们知道明朝那时候 总是向外求格物啊 去求去修炼 他说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向外求 任何事我们就向内求 向内求呢 他说人都是有良知的 一切的心法都要有 要修修炼我们的内心 把内心修炼好了 人都是有良知的 这就是他悟道悟出来的道理 农场悟道 所以他在绝望的时候 他没有去抱怨 也没有对别人表达愤怒 也没有就表达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而是看透了人生的这种本源 而且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所以这个例子就是在写序里边 他就说 是这个王阳明 一定是历伤很高的一个人 因为他在这么大的生死面前 他保全了性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生死面前 他自己的历伤很高 所以他能留下这样的 王阳明心血这样的著作 然后而且他提出来 就是人的良知 他不是那种被这种逆境给打垮 而是重新的就是 就是叫什么 就是将挫折和逆境 转化为人生的这种气急 他有这样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人生的智慧 那他一定是历伤非常高的一个人 这边正反两个例子 好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在这本书里边 有画了一个图 我也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这个图说呢 说刚才我们说 为什么要研究情商 智商和逆商 因为情商 智商和逆商 其实大家为什么研究它呢 就发现它高 我们就能够攀登 我们的人生的高峰 向成功更加接近 是这样 然后这里边呢 就是他说 他的成功啊 就是一个人的成功 或者一个人 一个生命 其实就像一棵树一样 这个树要长得非常好 成功之树 它非常的有生命力 然后又长得很壮 很高大 那它要有哪些必备的条件呢 其实这里边就可以把这个情商 逆商 还有智商 全都可以包括在里边 这个我给大家解读一下 成功之树 首先看树叶 树叶就是个人的表现 你看见树叶叶子长得特别好 你特别羡慕 它是外在的 但是树叶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 它一定来源于 根 资 干 这种丰富的营养 是吧 它不是说这个 这个脂繁叶茂 就是 就无缘无故来的 不是这样的 它只是一个表现 你看到人成功 其实 你应该看到 他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 也没有随随便便 随随便便的成功 一定是有这个树脂 树干 包括树根 巨大的其他的因素 我们来看第二个 这个树枝 树枝代表什么呢 这小一点 不是树干 树枝 树枝是和什么相关呢 和它一个才能 和它个人的动静 或者是渴望有关系 比如说树 那个 刚才说树枝 比如说你一看这个人 他的履历 很丰富 他又有很好的工作的意愿 那就是 其实就是在成功的 这个 支树来说 就是他的树枝 是很结实的 因为他有才能 他也有意愿 有渴望 这树枝就是比较 比较 就能长得比较厚实 然后第三个是树干 就这个 我们看到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树干 它和什么有关呢 它和一个人的自伤 还有和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 还有和人的品格有关系 这和这三点有关系 就是一个人的自伤 决定了这个 确实和成功有很大的关系 是吧 然后呢 他的健康 那就他身体健康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没有健康 我就一切来源就没有 因为我就没有 没有身体的这个基本的生命 我就没有很好一个身体条件 然后第三个就品格 品格里边其实是含 含合作能力 含我们这个很好的修养 甚至与人合作的能力 这些我觉得和情商就有关系了 是吧 看看它多么重要 就是智商 还有我们的情商 应该都在树干里边 然后这本书 接着讲 看不见的 刚才说这个树 它怎么长这么粗啊 这个树干也粗 树枝也粗 然后呢 枝繁叶茂 树叶有这么多 其实它真正的埋在树底下的 就是它的树根 树根呢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基因 跟家庭和信仰 基因呢 就是父母 这个正常情况下 说父母基因好 那孩子自然出名 有这么一说法 但是也会存在基因突变 还有家庭 家庭就是 如果这个家庭就特别好 我们看 我们知道孔子 孟母 孟母三千 是吧 家庭的影响 也可以让一个人力成功更近 还有信仰 就是你相信什么 这个 另外作者还说 加了一个什么 逆桑 逆桑是在 在这里边 有时候它能决定 这个树 长得很壮的时候 要不要倒 比如说这个逆桑就是什么呢 好比就是 我们就像土壤一样 比如这个树 它长得很肥沃 但是如果它的根基 是沙斯土 那来一个水一冲 是不是它就冲跑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说 我们说这个土壤 它非常的肥沃 又这个土壤 本身就是又很结实或怎么样 它抗风险 抗压力 它的能力很强 这就是逆桑 它决定了 就这个逆桑决定了什么呢 在逆境中 让这个树 就是它不倒 而且它能继续长 还能长得非常好 这个就是作者把逆桑 加到基因 家庭影响和信仰 和它并列的 这样的 看不见的 能让一个成功之术 让它是决定 它是 如果受到了这种 这种外界的这种 这种 这种威胁 它是崩溃了 还是继续的 屹立不倒 逆桑就起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于成功来说 好 我们来接着看一下 下一个就是 关于逆境的来源 刚才说的这本书 它为什么要写呢 或者说 我为什么要研究逆桑呢 其实跟我们的时代 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 就是 最开始没有人研究 一定是它没有出现 问题没有出现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 就是说情商逆桑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社会 社会发展了 现在 其实现在社会 我们现在是个高度发达的 互联网 互联网家 这样的高度信息化 或者说 这样的一个社会 这种特点 但是这个特点呢 首先就是 也是一个物质社会 所以就是人 每个人身上都 会被成功啊 被金钱 被社会标签 所捆绑 每个人的经济压力 比较大 比如说我在北京 可能我现在 就是我们所在的西城区 那学区房的价格 可能就是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 差不多十万起 高一点的可能十六七万 所以这样的话 每个人压力都非常大 另外呢 就是可能别人也更关注到 你开什么车 你住什么房子 你住在几环 你有几个房子 所以这样的就是社会 现代的物质社会 让人给人无心的增加了 巨大的这种外在的这种压力 然后另外除了这个压力 这本书上讲的就是美国 因为这作者是美国 就说美国说 他讲的社会治安 讲到很多这个 就是这个枪支的合法化 学校的暴力事件 包括这种 就是这种离婚 还有这种各种这种社会的 这种这种因素吧 就是让这个 让我们其实就是 经常会 会遇到这种挫折 然后我觉得像国内 我理了一下 我觉得国内可能目前 就是一个是 可能物质压力 经济压力 另外还有一个医疗压力 因为中国的这个医疗 就是基本的医疗保障 其实特别是对农村 或者怎么来说 现在好一点 就农民是可以上 合作医疗的 过去也没有 医疗的压力 还有子女教育的压力 其实本身这个压力 是很大的 然后因为有压力 有这种 这种现代物质社会 其实人就经常会比较 其实我们要是 单纯和自己比 生活已经是 非常一时无忧 但是如果 我们去和别人一比 我们马上就会觉得 我们就遇到了挫折 甚至觉得内心很不爽 这个逆境就来了 然后第二个就职场 职场的压力呢 就是这个书上也说 现在AI 就人工智能出现了 另外还有就是 现在这个高度的发达 就是服务客户第一 客户会投诉啊 我们要做服务业 可能在职场 经常会被别人 会被别人投诉 投诉之后 还客户至上 客户利益第一 另外还有现在的职场 因为我们人都 都要去工作啊 那就职场当中 也有职场的压力 那领导不满意 上级就是对下级的 这种绝对的领导 和控制权 其实也让 让人们在职场上 也遇到很多 会面临很多挫折 另外这本书 还很有意思 他说了 他说科技发达 其实是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复杂 我当时就想了一个例子啊 是这边说了 科技发达 就是类似于 我想的例子就说 比如说科技发达了 我们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人人有手机 你觉得生活是变得 更简单 还是更复杂的呢 比如说那时候有电话 没有手机 其实下班之后 你就不一定能找到我 因为我不一定在做机 我要在外边 你是找不着我的 所以那时候 我们相对的生活 是更自由的 但现在如果说 你每个人都有手机 那相当于你就24小时 你必须对你的职场 对领导制开放 是不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因为科技的发达 我们其实是被这个 现代科技 被手机这样的一些 现代的生活方式 所绑架了 所以就是 另外还有就是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情况下 AI啊 这种技术的出现 比如说这个 过去的那个收费 都是人工收费 现在就机器扫码 它出纳呀 就收费呀 这些岗位就消失了 所以机器也在驱赶 我们人类 所以这也是 都会让我们感受到 秘境来了 就是遇到挫折和挑战 就是增加了 还有第三个是 这本书写的也特别好 写的是个人 秘境为什么 还有一个来源是个人 因为我们个人 其实从生命历程来说 就是开始 我们是要被 被这个父母抚养 然后慢慢从幼儿 开始长大 长大之后 其实你就要 就要开始有成长的烦恼 你要有各种各种这样的学习 然后有考试 这样的 其实人还有一个最难最难回避的 就是人你会衰老 是吧 人会衰老 你慢慢的你各种身体 然后这种各种身心的 就是特别是身体的健康 各种疾病都会出现 你也不会说 一直你的体力就像年轻的时候那样 想做什么事 想熬夜 比如我像现在我就都不熬夜 我又第二天就会觉得就会特别没有精神 所以这个也是逆境的来源 因为你如果说你所有的对你的物质 经济 职场 人际都满意 但是你逃脱不掉 你会老去 对不对 你会衰老 那这也是一个逆境 说的比较直白一点 人人都会要面临死亡 死亡也是一种一种一种逆境 然后这是这本书上的写的这个逆境的来源 我们再看一下做一下小姐 就这本说说 他说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当中 都会难免遇到这种挫折和逆境 就是人在顺利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是心情也很好 肯定也就不会想着 我怎么样应对啊 这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觉察 因为日子过得很顺嘛 顺风顺水 春风得意 那种感觉就是非常轻松的 但是人一旦遇到不顺利 然后如何去看待 特别是如何应对这种挫折 就是人生智慧的选择 因为我们现在经常 特别是这种大城市 经常会看到特别成功的人 是在遇到一件小事 或者就生活着出现一种挫折 有的人就选择自杀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考量他的内伤 这本书如果能很好的去阅读和理解 我觉得至少能减少这样的自杀呀 或者说因为一个小的问题就要跳楼啊 或者说因为一个想不开 然后或者说就要去拿这个生命 去做这种代价 然后应该会减少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事件的发生 就是书里边也做了一个统计 它是一个很大的样本的统计 他说在美国1991年的时候 人们平均每天遭遇到三个难题 但是在这本书 大概也就是十年前啊 现在已经达到一个人一天要遇到的难题 就是感受非常不好 或者心里咯动一下 或者就负能量的啊 就是在一个人 这个每天会遇到的达到32个 所以每个人都深受焦虑呀 无助啊 失眠啊 抑郁啊 还有自杀啊 这样的人都在攀升 所以这本书也说 他说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就是特别不确定 然后如果我们有时候想想 就是现在社会已经这么发达了 我们觉得 哎呦 我们生活这个时代 简直太美好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看到 一会儿可能会让我们在天堂的感觉 哎 物质极大丰富 一会儿可能我们马上掉到地狱 特别是 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有一些做这种炒股的啊 我我目前 现在我我我们那个 我那个部门 我手下有一个人就是 他自己可能 呃就是在 自己悄悄的炒股 两套房都卖了 而且他现在负债 可能还有几百万 就是他自己就是把把这样的资产配置 配置完之后 也不知道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啊 就是我觉得至少目前他可能理解 这个时代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 而且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去去去应对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呃在这本书的就是第一页 就引用了美国的将军巴顿说的 他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 不是看到他登上顶峰的高度 而是看到他跌到谷底的反弹的能力 啊 力上就是咱反弹的能力啊 这个就是 这是关于逆境的一些 一些一些 理论哈 呃这本书还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 他说这个我们人类与生俱来 就具有向上攀登的动力啊 就就就就人人是积极向上的 这是人的本性 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 就是也算是一个叫什么 那个进化论啊 人为什么能能这个大这个世界那么多的动物 为什么只有人进化成了这个地球的主宰呢 是因为人具有与生与来 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向上 呃然后呢 他说人生呢就是好比就是就是就像就像一座就是攀就是我们或者说叫就是登山啊 人生人生的各种活动 如果用一个比如来说因为过去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也知道就是有很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些话 就人生就是一趟单行就是叫什么呃 人生就是一趟旅程而且单向的旅程 然后呢不在意我们就是其实都有一个起点和终点是吧 就是一个单单次的旅行 然后呢呃不在于我们就是时间或者说什么而而在于什么我们看了看了多少风景啊就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些比喻 这本书的比喻呢他认为就是呃我们人生好比就是如果如果把人生的各种生活应对呀和挑战或者我们日常生活来说 他比喻为登山啊他比喻东山就是他说就好如果比喻一座登山那人类又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原始的 为什么在山顶上的人特别少呢山下边却人很多呢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登顶呢啊这个事儿他就说他说啊原来通过研究他发现在登山的过程当中有三类人这三类人因为他的心态不一样他的想法不一样决定了大部分人最后都是在山脚下 而山顶上的人不到百分之十他把这三种人在这本书上就是总结为三种登山过程当中的放弃者啊比如说我说我们去登山吧一定有人就说我不去我不去啊这种人就连连出局都没有开始就是放弃者啊占百分之十他通过大样本这样的研究 放弃者放弃者放弃者就是我压根这场比赛登山我不参加啊然后就逃避放弃就是我不登山我连开始都都不要我就在山下我根本就就连连连连那个一百米或者一个小小小小三头我都不是我的目标这是放弃者 然后第二部分人呢就叫扎银者扎银者说啊咱们去登山吧他可以他给你一块走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的人可能选择走一百米有人走两百米有人翻越一座山 然后有人就是到一个舒适的一个高地他就待在那然后他在那里边就是从此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在书里把他叫做扎银者他说这种人在我们整个表现当中如果把人生比得登山这种人其实占的比例非常大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 所以云云众深啊应该大多的人都是在扎银者走一小节停下来带着舒适区在那度过一生啊走一小节然后其实最终的归结点就是到一定的年龄就是认为啊我就这样了天好的然后就开始扎银 最后一个叫攀登者攀登者在那比例百分之十这种人就是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终身奋斗终身努力攀登就没有终点无论背景如何不管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一直在攀登啊他们在乎的是生命的体验啊我后边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种这三种人呢就是因为刚才说的一个是放弃者一个是扎银者一个是攀登者 这三种人他们的引起来的审核方式不同啊自然的就是是什么和什么的关系呢妥协让步和强烈的向前这样的关系 对于攀登者而言呢营地呢是一战对于撒银者来说呢营地是家园啊就是攀登者他可能待在一个地方待完之后他会他做休息啊 待一会儿养军取锐补充能量他会继续前进扎银者呢就永远就就就固定了啊就就这样了啊 审核方式工作状态也是呃一个是德国且过第二个是接受挑战啊然后呃还有一个呢就是呃就是呃就是终身的学习啊然后呃实现自己终身的成长呃另外一个呢他就会满足现状他觉得我这挺好的了 然后人际关系也是就是呃这个呃这个攀登者呢他是不畏惧探索人际关系的无限可能性 然后我们的放弃者还有这种扎银者呢他他他他会滋身去很多无度的这样的情绪 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比较窄的啊然后他呃就是这个人际关系的面也会比较窄啊 啊然后在最后这个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有这三句话啊我觉得非常好给大家分享有的不在书本里面呃 呃关于这个三种人就是放弃者答应者和攀登者呃就是有这么一个有几句话我觉得对大家应该非常有启发 就是哈梭罗啊他有一句话他说最害怕死狼的人是那些知道自己从未真正活过的人啊就有死亡恐惧 就是人一定是自己稀里糊涂的活没活明白也不知道就没有真正活过所以他应该是非常担心的 害怕死亡 然后第二个是尼采说的尼采说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生活加住他的一切痛苦 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为什么而活的你知道你活的理由给一个理由其实你就可以忍受接受他 那第三个是吴志宏啊这就是北大心理学的非常在国内非常有名的心理就是一个精神分析 学派的那个心理学家他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呢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 生命的根本在于体验不要停止体验的脚步 就人生看特别像一个攀登者啊就是感觉这个大到自己啊 大概说的这个意思就是终身的成长啊 终身的这种攀登然后从不停步这才是一个应该有的人生 而且如果终身不停的去攀登人生不停的去体验到老的时候一定不会畏惧死亡啊 这是我对这个这个就是这个书的一些理解 嗯 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只分享第一部分 然后二三四啊就是我们下一次来分享啊 然后大家可以就这本书哈或者有什么样的疑问 或者有什么想交流的啊 咱们还可以就是二十分钟的时间咱们互动啊 我今天就先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施老师 你需要把所有的人麦克打开吗 呃可以没问题啊 我看他们群里人也不多 在在在在在您那边也都是是早上人不多 然后咱们跟就麦都打开 谁愿意说的话 然后咱们就就在群里说好吧 好的 我给打开然后你自己再把你自己打开 好的 嗯 呃 孙老师您好我们可以直接问是吧 哦 咱们可以交流啊 互相的交流啊 啊 你好那个孙老师这个非常喜欢您的课哈 这个讲的 既通俗易懂又比较深刻 那个关于这个力商哈 因为我们都是做家长的哈 其实我们在我们本身小的时候哈 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啊 我想您应该也有体会就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 其实在这方面 呃明确的对我们的这种教育是比较少的 我们更多的是智力上的学习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啊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也作为家长觉得对孩子这个教育方面 这个 起码我个人认为比如说像嗯 挫折挫折教育哈 其实远远大于这个智力上的教育 嗯 我的问题是啊就是呃就是您觉得这个智商和这个叫逆伤之间啊 他们应该是有关系的是吧 就比如说您刚才就是刚才我看到这个例子就是那个那个美国大学的那个叫伯利克大学的那个所谓的神童哈 就是他的智商很很高但是他最后还是做了这个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反而是成为了一个是吧 应用了他的智商啊 啊这个危害了社会 那您觉得呃我们在这个那这个问题有点大啊我只是想听一下您的建议就是 在孩子教育这方面首先这两者之间呃他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们在平时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应该怎样去啊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每个做家长都希望孩子是优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同时这个这个挫折教育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逆伤呃也是十分重要的我想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了 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其实做到平衡或者呃同时进行还是很有难度的 如果您那个的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好 嗯好的谢谢我我我也我我也就谈一下我个人的认识啊 因为我们一些人人科学这种领域的话题啊一般是没有觉得是对和错啊 只是觉得我我认为就是个人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呃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智商和逆伤啊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呃就是呃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智商和逆伤可能如果发挥的好 首先和成功都是有正向关系的 所以大家才去研究它甚至想更好的来运用高智商啊高逆伤来让自己更加成功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嗯我我其实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哈就是呃为什么说现在我们会遇到很多 我就是类似于刚才说的就是树里边分享的就是他那个智商非常高 然后去去破坏社会去做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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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导弹啊在炸死人 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他嗯他受到了教育可能就是就是发展自己的这种智商啊和智力 然后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这个逆伤要么就是缺乏这种逆伤的教育就理论的教育缺少 要么可能更多是缺少这种实践的教育这个反而是我更有感觉的 因为现在我觉得就包括您说的啊说现在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啊认为一定非常关注这个孩子的这种挫折教育 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他的有效性呃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只在做理论 因为现在孩子的这种这种体验挫折就是这种体验的这样的机会确实是太少了 都是一种像打电子游戏一样他是隔离的是无感的 所以很多东西作为逆伤来说他都是空洞的这种挫折教育 所以就是呃这边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也是今天就是在在准备这个课件看到的哈 说是在知乎上的一个评论啊就是1977年到2008年32年间大概有一千多位这个呃国内的哈就中国的高考状元做的一个调查 最后发现就是没有没有一位是做学问经商或者从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 所以他的这个他的成功或者职业成就远远低于社会的预期 这里面还说了1988年湖南省文科状元他目前是应该是全职太太 2006年就四川的他不是省的他是一个地区的这个理科状元 他出现了心理问题他曾经在街头流浪了四年 就是嗯就是可能有点没有完全回答您的问题啊 但是我就想说的意思就是智商和逆商越来越就是被人们关注 但是现在逆商呢就反而会会成为就是大家更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现在我们物质已经高度的发达 但是我们的这个心理的成熟能力抗措能力没有跟上 而且这么多年社会的主流就是强调你有一个高的分数 你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你就能有一份好的收入和工作 这个社会他对这个逆商的这种训练和这种重舍 其实是没有真正做到位的所以很多人就舍在了这个逆商上面 嗯谢谢您的回答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啊 因为从咱们也是这样从国内这种教育经历过来的 这也正是我们一部分人为什么选择出国 其实也是试图去寻找一种能够让自己能够让家庭幸福的一种方式啊 这是我个人那个经历 所以我刚才呃您刚才回答的这个我觉得基本回答了我的问题 呃其实就是您讲这个嗯挫折感 就是因为我们社会啊或者家庭父母对孩子这个保护欲太多了 让他没有这种挫折感掉以这种机会 因为呃像孩子跳楼啊中国国内孩子跳楼这种情况啊 其实我们在听别人讲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感触的 但真正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因为我有很好的同学啊高中同学 他的儿子在高二的时候就真的就跳楼 这个这个事情就就对我们整个这个这个同学期间 这个震撼是非常大 因为因为其实这个很难想象一个一个重点高中的孩子啊 就就因为一点很小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种因为我们作为家长们来说是无法承受的痛啊 无法承受的痛 但这一定也也是我们这种要一起之下 和我们家长在不做思考的情况下 这种是偶然可能也是必然 对吧 所以我们也是想就是说呃 应该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幸福的生活 是吧 这个幸福可能就是比较大 但是呢 就是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可能还是在用我们父母 怎么去去引导和教育 毕竟我们经历了一些东西 是吧 能能够一些 老师 尽量去 请你把你听这句话再放出来好吧 我想抄一抄 就是三个名人讲的 哈塞鲁讲最害怕死亡的人是那些自己知道自己成为真正活骨的人 还有尼泽 他 他 他这句话 我没有抄下 我的课后给大家发一下 在课件里边好吗 我在课件里边 我一会儿我一会儿那个给课件发给大家 然后我单独把三句话我给放到群里好吗 我不在群里 您不在群里是吗 对 您不在群里 那我这样吧 我抄到咱们现在这个公共聊天区好吗 可以啊 你把三句话 好的 copy过来 谢谢 好的 不客气 大家喜欢这三句话我也很喜欢 我非常喜欢 因为现在业劲的太多了 实在业劲的发展 有时候往往业劲遇到的 第二句了 马上第三句 看看老师是您说的这三句话吧 是这个吧 对的对的 谢谢你了 不客气 你讲的挺好的 谢谢 我也是一边读书一边这个来总结 然后我认为比较好的我就给大家分享 对啊 这个业劲思维是很重要的 就像最近六月七号复旦大学一个海归 自杀 情杀 应该来讲以前都是很高的 非常优秀的 但是写的杀冷了 所以这个是业劲的时候 他发了优越症 没有办法正确的处理 造成社会最大的危害 是的 就是非常偏执或者活在自己的那个小小的空间里边 或者是他可能太优秀了 他接受不了这种 就是 就是他 他一到 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让他满意的 一旦这个遇到不满意的 他就没有办法 我觉得跟他的根基家庭教育还是分不开 是的 是的 就是可能有的父母就觉得上学 你只要学习好 你只要是学霸 你以后就是成功的 就认这点理 然后可能就让孩子把学习看得太重 把这个与人合作的能力 还有这种 就是各种生活的这种各种体验 然后这个 可能忽视了 跟孩子的这种教育 另外跟社会环境也分不开 现在那个大学里 这个就是 智力的方法了 也有关系 我觉得 他在优越症期间 也发表了很高质量的论文 但是得不到 领导的认可 所以这也是一方面 是 是的 他还是没有处理好 这个人际和关系 还是活在自己的 肯定会让他很痛苦 但是他这个 与人合作的能力 这一块 他没有去训练 我再回答一下 这个朱利亚说的 他说 梵登的书评上写到 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活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合适的工具和方法 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逆境 是不是知道为什么而活 在很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我们能不能超越挫折 是的 因为这本书 就是梵登读书的 梵登是第一个吧 第一个在写这个推荐序的 他就是这么来写的 说 所有人都会遭遇历境 成功与否 在于一个人作为攀登者的底色 就是你是选择迎难而上 还是迎难而上 并持 就是选择迎难而上 并持续成长的动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 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活 我们就能够找到合适的工具和方法 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密集 我比较认同 其实就是 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了你的动力 或者你给他找到了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不伤害别人 然后你就有动力和方向了 所以就是 这个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而活 你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就是可以来应对 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比如说 我就举个例子 咱们有一些 就是咱们的朋友 在这个room直播间的 我们可能都是出国在国外 是吧 在国外 其实就是你们一定是那个 生活当中的攀登者 在国内可能你们已经很优秀了 但是为什么你们还去国外呢 你们肯定当时有一种 去国外的一种理由 对不对 有刚才 包括刚才那位伙伴说的 就是我们可能觉得 国内的这个教育 还有国内的生活的压力 我们想要一种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能能能能生活的更好一些 但就是他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理由 或者说一个人生的方向就决定了 无论在国外我们去有多大的困难 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再去超越来克服这样的困难 而且在国外很多伙伴又做得非常好 又很成功 是这样吧 我们从白手起家 我们到那边去 然后又成为很优秀的这样的 现在这个很多人是很害怕中国人的 因为我们太勤奋了 在国外我们也是 就是这种最勤快或者最勤劳的中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 所以我们也能发展得很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肯定遇到过很多很多的这种逆境挫折 但是我们都能够战胜它 是这样吧 我比较认同这句话 然后说年轻人没有找到人生的目的 遇到挫折就比较难面对逆境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其实我个人觉得好多小孩 特别是听话的孩子 他没有内趣力 然后他学习好 但是这孩子往往就会觉得他学习好 就是父母让他去学习的 他就是被迫的 或者说就是一个学习的机器 但是一旦一个人有人生的理想 有信念 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个我认为内趣力的一个一个让孩子能能能能知道什么是内趣力就是他自己自己为自己学如果他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力量他就不会不会就是在遇到挫折然后就地放倒而是选择去去来克服和面对他现在现在往往很多年轻人确实是这样的生存不用管学习呢爸爸妈妈妈就告他学习学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其实慢慢的这些孩子就是他内在的这种驱动力就没有 他认为他的学习考100分爸爸妈妈就特别高兴考95分回来就黑脸 其实这是他想要的吗不是孩子可能还想要他自己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还有选专业他想学一个专业爸妈妈说这个专业不行你得学另外一个专业另外一个专业跟赚钱你想想孩子做不了主他能有内趣力吗是不是 就是孩子想做什么你就先问问他他想做什么听听他的意见如果你觉得他的意见和我们相差甚远你就告诉他哦你说我很尊重你的意见 然后我作为家长我也跟你说一下如果你选择的你的我有几个提醒表示尊重就可以了 我现在对我家孩子沟通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也觉得他他那种很不靠谱我就告诉他他要选择那个事情将有什么样的后果有小小的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威胁 但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没有自己的人生的目击其实往往是因为父母剥夺了他的这样的一些权利把这种权利教会他自己他一定有想法 像我家孩子他喜欢画画他他就跟别人说我以后就想我就想画画我们都想让他学习特别好啊但是他就我就想画画像当艺术家 然后但是如果你随了他他可能就画画这个道路上的这种挫折他一定会去面对但是如果你非要让他去学习我认为他可能对学习就用逆反他遇到困难他绝对不想去解决啊道理上是这样的 孩子年少心智不成熟如何培养他们 我认为啊孩子该吃的亏吃的苦一定让他有体验啊他体验了其实就是让他吃亏哪怕是走了很多的弯路都是值得的如果父母老想让他去按最快的捷径反而会造成最大的弯路 他心智不成熟我们也曾经心智很不成熟过甚至我们现在心智也不成熟是吧 所以就是我们不能替代他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怎么能培养他其实这个培养言外之意就是就是控制他 如何培养 不好意思 那我们在读生子里这样这种80后左右的本身就是被父母保护的很很好的然后一直都是按照父母的意愿上什么高中上什么大学上什么专业 其实你说这样我们怎么会教育孩子很难的 所以我们要经常学习吗 所以要学习我们的这个认知真的是直接就决定了后面孩子这个 是的 真的有的时候很难明明知道这个比如说孩子就像您说的孩子应该吃点苦 但是心里就觉得揪得慌就是哎呀为什么让他吃这个苦呢 对吧甚至有很多 他该走的弯路都让他去走 对这个道理上是懂得起码我是现在我是知道的在认知上有了但是在实践上其实没那么容易的再加上我们的父母再护一护那真的是这个对抗啊就是还要跟像我们这代人还要跟我们的父母对抗 但是总觉得我们给就是说比如说像我孩子这个公共婆婆爷爷奶奶四个人那让他做点家务我简直就是要那个的就是要对抗四个人 就是我就选择不跟他们住在一起我原来跟我父母住一起我就孩子特别懒惨 但是现在现在我们我们就是自己三个三口我们住我们分开住这样我家孩子前两天他他就人少或者说他很独立然后我们各忙各的他他知道每次我三个都给我拿闹钟啊 对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不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本身自己就要面临很大的挑战 对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营造这种环境如果有条件就是这个我们培养孩子我们要去营造一个大的环境而不是要要要就是环境本身很乱我们又要去扭那个去去去控制孩子那个其实是很难的 你用环境其实是潜移默化去影响他但是你要用言语用行为那是控制他那个效果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让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他必须要以后自己面对人是的 但是这个到底我跟我的父母讲起来都非常困难真的非常困难 所以就不住在一起是最好的方法是培养大家努力现在最好的方法 不过我一直很坚定我的方向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还是在在在艰难的去走也比较艰难吧因为他们父母就是这样子的他把这种爱就是加在我们身上然后呢再加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他们认为是正确的 他们看不到我通常跟我父母讲我说你们看不到以后这个你们生子的一辈会怎样我说那我们能看得到对吧其实就是说以后这个孩子以后你现在溺爱他真的是害他 他碰到一点戳着他都不行现在孩子自己能力多差是吧是的十几岁了还要把碗什么什么所有的记到他嘴上他再吃真的吃太不可惜了 可以说很艰难不过还是要慢慢的去谢谢谢谢啊这个发了点牢骚都都可以理解啊因为都是都是都是当妈妈的人啊都可以理解应该有比较相同的这个感受是的嗯嗯 现在知道呃跟家长跟老人分开住如果现在知道了其实还是找的就是孩子还可以让他就接受更多的就是你们父母一起相处然后不能跟老人在一起这是这是一个真理可以说就是不能跟老人在一起哪怕这个老人很有 修养或者怎么样还是会隔代冷带的话还是会会那个让那个孩子会就是比较会怎么说呢比较不会担当吧就这样就还是要分开住无论多困难还是要分开住就我在我我事业到顶峰的时候其实我很忙很忙比如说我的收入一年很多但是我为了让让孩子 孩子跟我在一起我就跟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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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怎么把孩子教育的这么好啊 这样的 其实我说句实话 就是孩子我一手来带 那会比较好 我说如果跟爷爷奶奶一起带的话 那一起带 因为我大儿子是我爸爸妈妈 或者爷爷奶奶一起帮忙带的 那是创业嘛 刚好最困难的时间 然后我婆婆就说 孩子我来带你去创业 所以说我觉得那时候 就有点耽误了这个孩子 就这个孩子就没有 小的那么会担当 就凡事他 就是凡事就很有条理就是做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你们都来得及 都来得及 现在国内老人跟孩子 那个老人分开住还是有条件的 加拿大可能条件没这么好 因为探亲嘛 探亲不可能给加拿大的父母 买一套房子这样的 在国内还是有条件 我是这样想的 是的是的 同意您同意 对对对 我觉得无论多困难 还是要分开住 你看你看有一个爸爸妈妈挺好的 他他老人过来住 你看他家有大house 很大很大的house 宁波冷 然后他就把爸爸妈妈 另外挨插在一个地方 他是住在南岸 他有四个孩子 那四个孩子不是 四个孩子都要弄得一坛糟了 不过父母一起住的话 所以说他宁愿了爸爸妈妈分开 住一个地方 然后他自己带四个孩子 如果你为了求的那个什么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啊 很忙啊 不想带孩子啊 那你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帮你忙 是多好的事情啊 但他没有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很智慧 就这样 住的难爱的 我感觉到那天我们去他 爸爸妈妈怎么不跟你住呢 叛亲只有半年嘛 我说半年也该 他说半年 会影响到他六年 半年 就是有时很难改变一个坏习惯 就是你好习惯培养 需要时间 需要精力 然后你坏习惯啊 一下子就打破了鬼子 就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 无论多难 还是要跟老人分开住 这是我的体会啊 真的是 谢谢孙老师 谢谢孙老师 大家好 您讲得很好 特别认同 好 孙老师的课 我也听了很长时间 我说一说 我就是刚才那个 女士说的那个 姥姥姥爷那个年龄 我说说我的看法 因为我呢 我是做教育的 做了36年 就是虽然我是做教育出身 但是我在带我女儿的 保护的时候 因为当时她也是 正好上加拿大留学嘛 那没办法 她只能留位 丢给我啊 那么我首先 我从一出生的时候 小孩一出生 我就能意识到什么呢 就说 我不能用带我女儿的方法 去带她的宝宝 时代不同了 所以说 我就是按照我女儿怎么说 就怎么做 我从来不以我做教育者 这个身份为自居 但是呢 就是我长话短说 那么我想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能我是女儿 那么有的可能 公婆在沟通起来 能困难一点 我和女儿沟通呢 她可能会直接说 或者是我们沟通的能够 顺畅一点 而且我也意识到 我们这个年龄和 是不一样的 就不能 绝对不能用我们带宝宝 我们那种传统的这种教育 然后去教育现在的孩子 所以说首先呢 就能不能让父母也去学习 就是引导她去学习 或者说正式谈一下 就说孩子的第一接护人 是她的父母 不是爷爷奶奶老的老爷 就说你们帮我 比如说帮我做点饭 打扫尾声 那我就是不管是孩子 就是肯定是会感谢的 但是呢 对孩子教育这会儿 老人最好是少参与 就是少说话不说 就是溺爱给孩子造成的伤害 是很大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老人这个角度来讲 首先实在没法分开的话 就是给他讲 就是心明气和的 而且很严肃的去说这个事情 如果实在不行 那你说你跟他沟通也不明白 他觉得这个老人的这个权利被剥夺了 然后你们对我不尊重了 怎么样了 就是这个好多的想法 也会引起这个婆媳啊 或者是什么这个关系 那么好了 那就是静人远之 远一点 那就像刚才你们说的 离开 就是分开住 分开住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这个教育 就是真的很重要 那么 今天老师讲的这个 我因为英语不好 我就说这个抗挫折教育 这是早就应该意识到的 所以说 我带我小外孙的时候 我自己带的时候 我就会让他自己洗袜子 拿搓一板 他会用搓一板去洗他的手绢 那个袜子 他洗不干净 我可能悄悄会接着洗 就是说 该不让他做的东西 一定要有原则性 这是我想的 就对孩子 一定要有原则性 不能说孩子一哭一闹 哎呀哭的上气不就下气了 就妥协了 这个绝对不行 就是一定在六岁之内 让他知道什么叫yes 什么叫no 就是这个必须得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说 这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说这么多 以后我们多的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您 这个刚才我们可能再说到 这个长辈的时候 有一点不太礼貌 您多包含 其实我也见过很多 这个爷爷奶奶 外父外公 比较智慧的 很智慧的也有 但是就像您说的 这个时代在变 所以共同学习是个方法 真的是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像您这样 有这种意识的 其实不多 不是说没有 其实不多 有很多在其他领域的 因为您在教育领域 可能会在这方面 敏感度比较高 而且能以事俱进 但是像我们的父母 也许在其他行业 很优秀 但是在这一方面 他们其实不是说 他们也是好意 但是他们不知道 社会发生了什么 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讲也讲了很多 反正会有帮助 但是不会就是效果那么好 所以慢慢来吧 慢慢来吧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如果大家这种意识 比如说像我以后 如果做了爷爷奶奶 可能我这种意识 就会好一点 对吧 首先我很赞同你 下一代的事情 我们不参与 需要 比如说以后我的孙子 他需要我帮忙 我跟我的儿子也说 我可以帮忙的 但是这个孩子是你的 请你自己承担你的责任 如果你没有实在 承担不了 那你不要生 对吧 短期的是可以的 比如你们夫妻去度个假 帮我帮你待一周两周 这OK的 对吧 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说我要创业 我还是扔给你 这个我是不同的 我是这个想法 所以会一代一代的 越来越好 好的 大家只要好吃这种 你接近的情细 对吧 谢谢您 谢谢您 金老师 要给您不好意思 我今天说多了 没事 大家讲的都很好 就是咱们其实也是在 在围绕这个 抗错的教育 然后今天时间上 已经到九点十一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后边有安排 然后咱们下周吧 下周我会把后边的三部分 再分享 好吧 感谢大家 孙老师 孙老师 下边没有节目 下边如果你这个完事之后 我就放你其他的录像 如果大家喜欢谈 还可以继续 没有其他的安排是吗 没有 没有 那就好 我可以再待一小会 待到九点半 我们这边是晚上 就别影响你休息 没事没事 我可以九点半 九点半下 应该是可以的 好吧 所以大家还可以继续聊一会儿 给大家先说一下 还是咱们这个 就是关于第三 因为我个人觉得 就是这本书 首先是从美国引进 你看美国社会的发展 它一定是比中国 就是要 要 要 更 更发展的这个 现代化的程度 就是这个速度 肯定是在美国 在中国之前 这本书 其实在中国 现在特别特别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发现 就是 就是按照 按照这本书的 这个大数据的研究 他其实大概说的 就是智商只占到10% 就是和一个人的成功 然后这情商 他能占到80% 情商就是现在社会 这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 和他能合作的能力 还有能共情理解别人的能力 你看现在沟通的课 就非常非常受欢迎 然后剩下的10% 就是逆商 逆商呢 就为什么现在就如此的关注呢 因为经常有些人 就是他自己就是相当于是 在整个社会 这种极大的压力下 可能他有很好的智商 智商非常的超人 然后他的情商也不错 但是这种人就是 相当于他已经是 非常成功的人 但是呢 由于特别是很多 现在都是大家去做创业 他受不了这个 一下子就是从这种成功 走向这个 类似于就是跌到谷底 然后可能就选择了 我们说的就是这种 跳楼也好呀 要是小孩 他就会选择这种 这种就是 控制能力差 他就会跳楼 然后要是这种 这种这种 就是职场上的精英人士呢 他就选择自杀 所以现在在 我了解啊 在北京这种 真的这种事情真的很多 真的特别多 然后 然后我对这本书的理解 我觉得作者说的也特别好 就是 就是人我们首先就是 遇到这种困难以后 可能都会成为常态 而且我每天可能都会 不是说所有的事情 都让我们心情特别好 有可能就一天 我们会遇到多少个 多少个糟糕的事情 那这个就像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小小逆境一样 如何来来来应对这个逆境 可能是让我们来生活的更幸福的一个 就是怎么应对逆境 会成为我们决定我们能走多远 或者说能更加去成功 甚至生活更加幸福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也觉得这本书 我自己读起来也比较有感觉 可能是社会现在发展的这个阶段 人都在高速的在运转 然后这种挫折 应对逆境 这种这些事情的频率 发生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很多又没有这样一些学习的 这样的一些应对的方法 反而是只能享受成功 不能不能这个应对失败 只要一失败 这个就拿这个生命 然后去去去做代价 这个是很可惜了的事情 像这个为什么给大家去分享 那个王阳明的 王阳明那边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人如果说遇到这个逆境 生命是第一位的 我绝对不能拿到 拿到就是说一下子一蹶不振 或者是他拿自己的生命去做代价 这是一个人就是缺少智慧的一个大忌 有一点小挫折我要自杀 其实相当于你拿你的生命 就在开玩笑呢 这本书讲了那个 还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待到九点半 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王阳明其实他是 特别知道保全他的性命的 他不是说为了克服一个逆境 又一个逆境 就是一下子就较劲 拿着这个生命 他不是给别人硬扛 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人 很多人都要去拿着别人 和别人硬扛 这个也是我从这本书的一个 一个启发 另外王阳明说他非常小的时候 这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王阳明的叫王阳明大传 然后他写的就王阳明特别小了 十三岁他妈妈去世了 但是他当他从小就情商特别高 逆商也很厉害 他自己就就找了一个 一个一个 把一个猫头鹰反正塞在 他那个继母的那个被子里边 他继母就一看哎呦怎么了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一个道士来给他 来解那个道士呢 就他和那个道士就说了说 怎么说这个有一个猫头鹰 这个怎么这个 来钻到你被子里边 说这是他的妈妈 是托付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附体附到这个 这个猫头鹰身上 为什么呢 说是说你一定要散待你的儿子 然后否则的话 还会来找你事 说从此他寂寞 对王阳明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就一直想就是现在社会可能 慢慢的来说 智商高一点低一点 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收入 我们有一个住房 但是你能活得好不好 可能跟情商啊 和你这种逆商 慢慢的这个这个关联度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商和逆商 有多么重要 所以你看我近期有些课 就是一些自我关系的 一些沟通的一些怎么怎么理解自己 怎么理解他人 就是这些方面的能力 可能比我们去学到一个单纯的考试啊 一个一个说你的智商测试 你是对这个事情 考试就让你能做80分 还是做100分 我觉得慢慢的他比这个更重要 以后我们的孩子可能 他至少能活得更好 他能活得更幸福 他他不会去思考 也不会死交劲 他会有很多应对的策略 而且他生命会比较有韧劲 孙老师您看 我们反正有点时间 我们探讨一下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错觉教育 其实也有很多的孩子 现在是 比如说像我认识的 我们以前那些孩子的家长 国内的 我是在江苏南京 有很多孩子 因为江苏的教育 大家都知道的 还是比较 比较好 但是也是比较痛苦的 那现在初二的孩子基本上 早上六点起床 晚上起到十二点是常态 包括周六周日都不能休息 有很多的孩子呢 他们是被动的 盲目的 接受 就是没有选择的 那父母就会告诉他 哎呀 你就坚持到中考 坚持到高考就完了 就是现在先跟他们说 坚持到中考 然后坚持到高考 我的想法呢就是 其实很多 你看咱们中国人 又勤奋又智慧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上 其实我也知道 从我们那时候开始 大家都说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 那么现在确实孩子呢 不再仅仅是高考这一条路 但是 我和我的同学也在探讨 因为中国人比较多 这种高考制度 也相对是比较公平的 但是同样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是一直在想 中国这么多智者 教育界这么多人 为什么就没有去 大家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 这个社会进步过然重要 但是我们不能为了 选拔人才 对吧 让这么多孩子 这么多家长 长期的活在一种焦虑 然后不幸福 那么美好的童年 就在这样的时光中度过 就像您刚才说的 即使以后高分了 又怎样 其实还是不幸福 是不是 就是 我一直在 属于一种 可能这种 伊甸园的状态 就是大家怎么能 真正的是让孩子 快乐的去学习 发挥各自所长 有的可能他就喜欢艺术 有的可能他就喜欢听 有的可能他就喜欢想做厨师 为什么就不能够 让大家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发展 对吧 然后去 咱们中国也不是说 只是需要科学家 对吧 也不是说只是需要医生 只是需要大学 这个研究者 各个行业都需要人的 对吧 那为什么 在从基础教育的时候 就特别的 我觉得真的是 我是不太理解 所以也做过小小对抗 但是 这个很艰难 也比较艰难 像我晚上在国内 这种什么傲速教育 我是坚决抵制的 抵制的结果就是 学校找你谈话 然后抵制的结果就是 其实你就会发觉 只能做自己的 但是确实其实压力 那种无情的压力还是大 最后没办法 好像只有套礼 好像是这种 就是我的个人 一点 所以说 我是就是在想 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 我们这种制度 一直在这么长时间内 没有一种改善 是说 没有是好 朝一种好的方向 对吧 这需要时间我知道 但是 我觉得应该是尊重孩子 让孩子个性发展 然后 发展一些那种 艺术学校呀 或者是怎么样 对吧 普通高考学校 我回答一下 您的 就是您这个问题 其实我个人觉得 就是孩子 比如说各种学期班呀 然后六点 写作业写到十二点 其实 以我在北京的这种 这种 就是我们家孩子 上小学三年级 我自己觉得 这里面学校的 并没有太多作业 这些孩子很多 就是被那个 课外的机构给绑架了 这是我觉得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就是说 孩子为什么被这个 课外机构绑架了呢 是因为家长 被这种课外机构绑架了 这里边是 根本不是折腾的是孩子 是一群疯狂的父母 在较劲 然后这个父母呢 他本身又特别的爱面子 特别爱面子 他想到的就是我 好像我的孩子 要上了什么大学 考了北大和清华 那都是我终身的荣耀 说白了就是父母 他自己的认知 我自己觉得 可能我不太清楚 是不是我 我这边 我本身 可能我也是想 到一个好的学区 我们从北京的丰台 我们到了那个北京的西城 但是我在北京西城 那边 我觉得我们家长里边 这么疯狂的人 不算太多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佛系的 我家孩子现在 也没上什么太多的班 而且星期天 他肯定是午作夜日 他都在外边 我们老户外 然后我对我家孩子说 我说 我说十名左右 是非常好的 你就到十名左右 然后呢 那个 就是我跟他的这种教育 肯定是相对是中上游 但是我不会想到去走极端 我想去发展 他更多的社会的 这样的一些能力 就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总结为一句 我认为是父母 这是一群 背后是一群疯狂的父母 在较劲 跟父母有关系 跟孩子没有关系 因为父母爱面子 父母老想让自己的孩子 出人头地 很多是父母将他没有 他没有实现的愿望 投射到孩子身上 跟孩子肯定是没关系 孩子都是白 都是我们家长 对 教育体制下 家长在较劲 所以我就在想呢 大家为什么不从 就是说 因为中国人太爱面子了 其实是一个家长在比 其实我发现 中国好多的家长 他是从学生 从孩子不到家长的 但是当他到了家长以后 他就是要比 其实一个只比 我发现 现在有些从国内 到了国外 他又把国内的这种比 来带过来 就是带到了国外 然后就是让孩子补这个 补那个 其实在国外的孩子 可以很轻松的 根本不用这样 我觉得 你让他有担当的话 有一个到了年龄 可以14岁是最小 16岁16岁 他在读书的同时 让他去打工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孩子的经验 一打工很重要 其实他就和社会 就是有一个连接 他能够处理好多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非常好的 各种各样的 其实 当他长大的时候 他到了公司里以后 他能够处理好多的事情 因为他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 就有这些经验 这是我的感觉 我就是 我的孩子现在长大的 他小的时候 他就是去打工的 单为了钱 就是这个非常好 其实 因为他在打工的当中 他知道了好多的事情 要与人接触 他碰到了好多的事情 然后呢 其实你要混入这里的 主流的话 你一定要和 就是 这里的主流社会 的孩子一样 好多中国孩子呢 就有这方面的缺点 就是 到了主流的时候 他不能 还是稍稍 尽管是这里长大 这里出生 但是 和主流的人 有些不一样 有些不一样 我觉得啊 就是 因为 好像最近 就是 好像从国内来的人 就非常注意孩子的 读书方面 他其实去 比了 就是 其实这里的孩子 不喜欢你 用他和其他的孩子 比的 不要比 就是 你让他自己和自己比 越来越好一点 好一点 就已经够了 因为你 把他和别人去比呢 他非常的厌恶 就是 有的时候 反而 就是 除非你一直把他 一直抱着他走 其实孩子要让他 自己走 而且是摔跤的 学会走路 这很重要 这是我的体会啊 大家讲的都非常好 我也特别认同 刚才您说的就是 我觉得是家长的问题 然后这个教育的问题 不是孩子的问题 而且家长的这个原因 就是比较和爱面子 家长就是 就是为了自己 然后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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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孩子 为了自己的面子 然后 显得自己很焦虑 可以问一句 如果我自己都没有 考上北大庆华 为什么非要让我的孩子 考上北大庆华 我给我们家孩子就这么说 我说你的妈妈都不是 北大庆华 你爸爸也不是 然后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我想分享一下 我们孩子 那个我很赞同 孙老师的观点 就是说还是父母 因为我们在国内 然后在国外 生活了十几年 但是我的孩子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管过他 后来我现在看到 这些年轻人 哎呀 在蒙特利尔 一送到这 一上这个 我们孩子 从来也没上过私校 从来也没上过什么 那现在也是 也是名牌大学 上学室 上硕室 然后年薪也十几万了 我什么都没管过 真的什么都没管过 我又觉得 为什么老师 呀 这年轻人 忙啊 我一生孩子 孩子考试 什么证证 我从小到大 所以我觉得给家长 我很赞同孙老师的观点 家长有很大关系 真是 孙老师讲得非常好啊 我听出来了 彭姐 我今天很难得有时间 正好在家 你就正好赶上来 能听一点 也谢谢你给提供的这个平台 现在可能应该是十几本 十三本书了吧 我老想听就没有时间 今天正好有机会 然后 欢迎你进来 然后给我们多多多 多多多指导 也不是啊 你讲得非常好 非常好 真的 给大家都很久 我看大家都赞扬身一片 非常不舒服 谢谢 谢谢 这么晚的时间 还耽误你的时间来 每个新的诗 你也很忙的 我也知道 能出着这么百忙中 出着时间给大家来 真也是大家的福气 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没事 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个任务 读书可能比原来更加用心了 但是工作比原来稍微轻松一些 就是原来我确实没有时间 然后现在就时间上会轻松很多 主要原来上班单位就没有外网 然后现在就是网络就很方便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客舰呀 包括有时候这个交流都很方便 所以这块对我来说 目前来说比较轻松 也谢谢彭姐 然后就看看咱们这个 就是读书这个分享 就是后边有没有大家有一些需求 如果有一些调整 到时候也会 或者说有需要就告诉我 如果大家有需要 我就坚持做这件事情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还想有些其他的安排 我这边也可以 好吧 彭姐 谢谢 多谢 好的 好的 那今天咱们就这样好不好 我不知道主持人在不在 然后九点半了 我这边是晚上 我现在咱们这次课就这样好不好 谢谢孙老师 好 孙老师您休息吧 谢谢您 客气客气 好的 谢谢孙老师 再见 晚安 然后下边呢 我就放孙老师 从头放孙老师的以前的课程 哦太好了